我们先介绍财经委员会的委员 我们现场到的 是我们的整个的心中委员 那再来还有杨静邦委员 陈文正委员 还有我们的护照级人 蔡耀杰委员 那其他委员等一下到了再陆续介绍 那再来介绍市府的一级主管 财政局游丽领局长 土地处临时勤处长 地方协务局陈专案局长 金发局张宫源局长 农业局张信昌局长 这位市里局林虎荣局长 好那本次会议有市府提案共两案 议员提案共四案 那首先我们先审查议员提案 请工作人员宣读提案 再请局长说明 请看议员提案第一号案 提案人林虎佑等议员 案有有关乎任区新兴路电杆明线 阑线杂乱无章 请台中市政府配合海电公司 规划电阑线全面地下化 以提升四楼观瞻形象案 请局长说明 是 报告委员会 那有关电信档下地 会牵得到工程 还有可以进入路口 还有可以放置的地点 就是曾经委会同意 让我们跟提案委员 我们是现场现刊 那些现场现刊会 比较有距离的结论跟公解 我们是不是好像这样再办 好 各位委员有什么意见吗 好 请 谢谢总理 我对这个案子我当然没意见 但是我在想说 那个议员提案 他们一换眼掉 换眼掉 那种方法改善 我们当然是没意见 但是像这种状况的 整个台中市其实 各区都有非常的多 我倒是想听他们 经常看局长 但是很多是台电的业务 应该是在进发局 在进的台电 应该是做的比较有系统性的 到底未来整个 整个台中市里面这个的计划 到底是怎么样 这个案子我没有意见 但是我希望说 进发局应该要有整体性的 跟台电的沟通协调 甚至计划 到底台中市 到底外面这种的状况 要来这份经费概念 这个案子我没有意见 但是我希望 要有个整体性的规划 好 好 再来请从政委员来 好 再来请从政委员来 我们应该从整体去规划 因为毕竟是牵涉到台电的业务 那也是他们的经委 那他们的经委 他们的经委不足 所以我就来做 但是他们经费不足 就会影响到地方的发展 所以真的要拜托我们局长 我们把我们统筹 我忘记哪些大陆需要 历史去改善的 那我赶快找台电来 请他们 看看是不是竹人 竹人编练这个经费 你不来来走 不要每次 我们上去再来 便宜就会无情人走 我想这个一定拖再拖 其实市警官都这样子耗掉了 好 还有其他委员的意见吗 那我想补充介绍一下 我们是智商的委员 那我想针对这个案子 我也要讲一下 这个其实不止 无论区有这个问题 我们潭子大雅神岗 也同样的这个状况 那在去年的时候 我们这个雅潭路 因为整个染线下地 所以做了一个很大的这个仪式 我们这个开工仪式 去做这些整理 那其实就是 这个会让人家觉得说 你只是局部局部的在做 那是不是都要我们各区 每一个议员都做这样的提案 我想这样也不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这个整个大台中应该 局长这边 你们有什么全体的规划 整体的通 这对整个大台中的整体规划 是 包括一座 这个电感下地 那其实会伴起着 那个所谓的电线的那些网路 应该说公共设施一定下地 那这个会牵得到 比较有系统规划是都市计划 然后都市计划向下就是公共设施的开批 那在那个东西的进展的时候 我们这些部署的这些公共设施 才能一并下地 那我们必须要跟 珠花旅跟建设局 来看一下整个 整个所谓的 我们都市的桥梁 设计道 这样更新的速度 然后配了整个设计的下地 必须从这方面来考 这个我们谢谢立委的意见 这个我们来跟珠花旅跟建设局 谈点一下 那到底是哪个地方 是有那个先后顺序 可以先去施主 那以上 有其他一个个人来 了解帮您的 好 局长 那如果我们在说的 可能会有核花旅跟建设局 那是不是应该 我们有没有想过 有共同管道这个问题 我们想过 有像外国 安如地下电缆 台边 中华电信 台水瓦斯 全部都在共同管道里面去处理 那应该去盘点说 像杜花旅、地争局去盘点说 我们周边有没有公共用地 可以放置所谓的电箱 因为你现在下地就有电箱 电箱是闲目设施 所以独播门的人都玩 那你现在要落地的时候 像师事上议员 跟我们也都去看过 我们大甲的观光夜市 那边就有点困难 因为主要是 你没有地方可以放电箱 所以这个应该是去盘点说 我们有没有机会 有一些公共设施用地 来做电箱的设置 甚至于说 有没有所谓共同管道的方案下去做 我们要做一些示范区还是什么 你应该来 我们可以叫这个保护 谢谢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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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接下来请我们部长 好 局长 就我所知 我们那个 我们的电感地下的话 大部分的经费都是由台电去处理 是不是 大部分的经费 它分两部分 对 一个是电线工程的费用 一个是地 那地有的是民间地 有的是公共设施地 那地也要比地母提供 那这两个东西聚起来才会有什么 那比例上面大概是台电跟市政府各占多少 如果不考虑地的话 那会推到一半一半 不考虑地 对 那是不是请局长能够提供我们之前 过去这三年来 跟台电配合电信感地下号 我们的这个 我们应该是算公里数吗 你们是怎么去计算这个 这个数量跟这个 或者是长度 对 用长度 对 就是说因为我觉得我们台中市整体 那个电感地下号的进度非常缓慢 非常缓慢的原因是因为 我不晓得是经费不够 还是规划不够 还是说这个台电的所播之用的预算不够 还是台中市首配额预算不够 我觉得大家可以找出这个真结点来 就是说第一个 是不是先前吉马群能够提供 过去这三年来我们所电感地下号的公里数 那以及相对的预算的执行的一个表单 那我们再去后面再来探讨说看 这个针对台中市整体电感地下号的进度 怎么能不能以目标管理 说每年我们能够增加一趴两趴来去增加 其实这是一个最低的奢求 那局长可以拜托你再 会后统整好再提供给大家这样好不好 好谢谢你 好还有其他委员有意见吗 那我想就请局长把这个委员的需要提供的资料都提供 那这边就一点一半点 好下一条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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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